我們看在這段夜情時間電話 郵政收包的運送量 增加賣兩三聲 要檢視接觸的 這個負責這個郵政公司 再來刷出少QR戶 簽署的方式 希望可以來保重 這個收費民眾 跟這個郵政人員的健康 郵便書隔不走到水晨 隔好報告送去民眾引導 現在只要透過少QR戶 靠近簽署 現時報告的事實無問題後 在自己的手機子收入名勝 加進簽署 就可以完成 領報告跟簽署了 郵政公司通計 英國的平均 每一天送的報告超過十萬 在疫情的期間 運送量電腦增加兩下左右 為了較不油便書跟民眾的健康 又推出QR戶 簽署的方式 不過郵務郵很大郵政公司 第一算的幾台人員 目前大部分都要不去做業料 但是如果他們去觀光也不完 這位中心表示 專案連名車的部分 會還有專案來處理 觀光也能透過中央 用來賠償 專案的類型 因為有時間依照疫苗的 這個分配等等 所以會依照計畫 陸續來做執行 這位中心表示 郵政公司幾台人員 已經有連名車 所以第七類專案的 注射對上 會照各位來執行 而且專案和以後 可以當時相平來進行 所以鼓勵專案人員 可以先去以後北台來做兵器 繼續做報道 再次進行